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开幕 省长唐登杰代表省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 唐登杰在回顾2018年工作时说 过去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福建省各级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把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感情 转化为维护核心的政治自觉和干事创业的行动自觉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落实六稳部署 搭好三大攻坚站 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落实赶超 机智活 产业优 百姓富 生态美的新福建建设 迈出新步伐 初步统计 全省生产总值3.58万亿元 增长8.3% 一年来的主要工作和成效是 突出创新发展 供给体系质量明显提升 突出协调发展 城乡区域发展呈现新面貌 突出绿色发展 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 突出开放发展 交流合作空间持续扩大 突出共享发展 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唐登姐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坚持高质量发展 落实赶超的关键之年 做好今年工作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高质量发展 落实赶超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 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 加快实体经济创新转型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加快推进闽东北 闽西南 两大协同发展区建设 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 保稳定工作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进一步稳就业 稳金融 稳外贸 稳外资 稳投资 稳预期 提振市场信心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和社会大局稳定 加快建设机制活 产业优 百姓富 生态美的新附建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 打下决定性基础 以优异成绩落实赶超任务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全省生产总值增长8%至8.5% 扎实做好今年工作 要着力创新驱动 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着力转型升级 强化高质量发展新支撑 着力改革开放 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着力乡村振兴 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着力区域协调 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着力生态建设后执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着力民生改善 共享高质量发展新成果 唐登杰指出 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大力践行马上就办 深入推进廉政建设 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次 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大会还审查了计划预算报告 今天的两会小知识 我们来了解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和性质 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权力机关 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 县自治县不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特别行政区和人民解放军选出的代表组成 省自治区直辖市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 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组成 县自治县不社区的市市匣区 以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由选民直接选出的代表组成 昨天政协第十二届福建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福州开幕 当天下午出席会议的委员分组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福建省政协桥连界别的委员和列席成员聚集在一起 展开小组讨论 会上大家踊跃发言 为助推新时代新福建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在召集人的组织下 与会成员集体学习并讨论了福建省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并进行现场发言 大家积极参政议政 会上多位委员表示福建作为桥物大省 应该充分发挥桥海资源优势 凝聚桥新发挥桥力 共同助推新时代新福建的建设 海外的华桥 按照我们的语言来说 是福建的一个保固 这个保固是需要开发的 如果你没有开发出来 那只是固而已 不仅是海市的核心区 在这个建设方面 我认为这个桥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把他们的资源开发出来 引导到我们这个福建的各方面建设上面来 福建省政协港澳台桥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杨辉表示 福建拥有海外华桥华人1580万人 是全国第二大桥乡 敏及海外桥包练祖爱乡 福建也在不断地畅通与海外桥包的交流渠道 祖团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联谊 而此次列席政协桥连组的海外桥包人数 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年 与会的桥包们表示 祖国的不断崛起让他们深感自豪 他们很愿意为祖国和家乡的建设 贡献自己的一份努力 我们桥基在海外 也透过这些非兵当地的华人组织 进行宣传我们中国的一个进步发展 还有一个最主要是一带一路的政策 确实也是深入人心 因为海外的一些资源还是非常丰富 那有了一带一路的这个政策 我们的交流就更加频繁 所以我们也带回来很多当地华人的一些新生 我们有的华球经济条件好了 年轻的可以到国内来帮助生产 是吧 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可以通过 现在像球迷都有二代三代 在那里已经扎根了 就发挥这些球迷的作用 就能够更好地把我们国内的这些产品 包括我们的文化 包括我们福建的特色 是吧 包括我们福建的优势 就做对位宣传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海力不秀钢管剧名播出 来看台湾方面的消息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今天正式走马上任 13号下午台行政机构召开记者会宣布行政团队成员名单 台行政机构负责负责人确定是民进党籍前名代陈其迈 交通部门主管由卸任台中市长的林嘉隆出任 教育部门主管则是攀文中回锅接掌 其余行政团队成员大多继续留任 包括台行政机构发言人古纳斯尤达卡 以及一度宣誓回归民间的文化部门主管郑力军 另外指掌两岸外事事务的部门主管也没有异动 台陆委会主委仍为陈明通 台外事部门主管也还是无招谢 不过随着苏贞昌的上任 有亲律学者指出 由于苏贞昌和蔡英文两人性格都很强硬 要是谁也不让谁可能会衍生冲突 让政策卡关 我们输了一场战役 但是我们没有输掉这场战争 我们一定会赢的 蔡英文卖力喊话 想要让民进党走出败选阴影 而选后民进党的一系列人事变动 包括苏贞昌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卓荣泰任民进党主席 再加上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柯建明 看得出来蔡英文就是要力拼2020 不过对于这个阵容 有台湾亲律学者却点出了其中的隐患 万一有些东西小英坚持他的己见的时候 那苏贞昌认为说其实是不可行的 可能会有某种冲突 会翻脸的 更有台湾媒体指出 如果硬碰硬 局面就会像2011年时 蔡英文获得民进党内初选提名后 向苏贞昌请一时的尴尬场面 邀请这个院长担任特定的位置 我不是在问位置 我在问工作 担任那个最重要的角色 什么是最重要的角色 如今蔡英文苏贞昌再次合作 就算苏贞昌愿意遵蔡英文 蔡英文也肯放权 稳定政局的目标 或许也不见得是让蔡英文连任 因为2020年 明代们同样面临席次保卫战 目前还是求稳为上 在党内挺谁不挺谁 不想轻易表明立场 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 陈赫南 看看他今天带来哪些方面的观察 赫南 把时间交给你 好 管一 台当局今天上午举行 新任行政团队的就职仪式 苏贞昌的行政团队 至此开始正式的接掌党内的行政 那么过去的这么几天中 党内的舆论普遍认为 以苏贞昌的性格 和曾经执掌过行政团队的经验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做出的这一项人事任命 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 稳住当下的党内政局 甚至蔡英文在昨天 已经开始在公开场合对外表态说 2018年民进党输掉的 只是一场战役 但是没有输掉这场战争 但是这舆论相关的判断 才刚刚冒头 苏贞昌团队的一系列人事安排 却又让外界大跌眼镜 问题主要就是出在台教育部门 和台湾方面文化主管部门上 这是两个和意识形态 紧密相关的岗位 在蔡英文表明了 要选择用一种冲撞的方式 去开启2019年台湾方面的 两岸政策后 民进党当局会如何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 继续去做一些小动作 就成为万切关注的一个观察点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 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的执掌者 会是谁 首先来说被成功被留的 文化部门的主管郑立军 那么在赖清德提出 行政团队总词后 郑立军是在脸书上表态 将要回归到民间 不再担任文化部门的主管 不曾想苏贞昌是三度肯谈 并且答应要支持其四大政策后 郑立军表态 决定要留下来再拼一段时间 郑立军其实是被苏贞昌 为代表的这样一个 民进党的高层集体位留的 这可能也由不得 郑立军有太多的选择 而郑立军想要下车的原因 可能是希望投身到2020的明代选举中 那也可能是想在下半年 配合蔡英文或者是其他 被民进党确认提名的 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 来进行选举 这两项选择对于郑立军来说 都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因为投身2020 不论是自己选还是辅选 都将进一步奠定 他自己的政治地位 外传 作为蔡英文认可的接班人 郑立军在民进党内 有着很独特的地位 他被成功的位留 可能标志着民进党当局 在接下来的这一年中 会在文化发展等意识形态领域 继续此前所谓文化台独 和去中国化的道路 甚至可能会走得更偏 那我们再来看台教育部门 他的主管人选 更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由去年4月份请辞获准的 台教育部门主管潘文忠回任 潘文忠在接受 岛内媒体询问时表示 自己过去任内所规划的政策 现在正在进行中 希望能够扮演全力推动的这个角色 这个时候还有一些 岛内的教育团体出来帮衬 说接下来教改新课刚就要上路了 让潘文忠回任 有助于稳定教育政策 那用一个网络热词来形容 不论提名的苏贞昌 还是答应的潘文忠 以及现在还敢表态力挺的 教育界的这些人士 都可谓是叫脑回路清奇 教育是道德问题 潘文忠为何要请辞 是他搞砸了台湾大学校长的领选案 由他带头发起了针对管忠敏的把管案 如今管忠敏校长上任了 潘文忠摇身一变就可以班师回朝了吗 同郑立军一样 民进党对于潘文忠 也有着必须要他的理由 这个理由正是刚刚提到的 教改新课刚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在全力推动 史观扭曲的教科书 妄图再度去制造所谓的天然独群体 以期在未来复制曾经的太阳花事件 所以从新任行政团队的教育文化主管 这两个涉及到意识形态部门的人事任用 就可以看出来 在蔡英文剩下的任期中 不论选举的节奏如何 不论岛内政局的变化如何 他可能都将会在历史逆流的绝路上 越左越偏 我是陈河南 以上是我今天在台北为您带来的相关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福州演博士 管一 好的 谢谢河南的梳理 继续来看新闻 口一哥赵一祥人事任命引发的争议持续发酵 日前赵一祥称自己每个月的到手工资 只有15万新台币 遭台湾前涉外人员打脸 赵一祥脸书爆区 自己月薪扣一扣 使领15万新台币 却遭打脸 不过赵一祥的老长官 台外事部门主管吴钊谢 12号晚间却轻上火线为他护航 称赵一祥是协助其工作最重要的人 而赵一祥的薪水则是约21万元新台币 房屋补助约6万元新台币 那么口一哥的薪水到底是多少 台媒解析赵一祥的月薪 以一年一聘的约聘雇人员身份 出任台所谓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 本奉是5800美元 地域加给1200美元 房屋补助2100美元 总计9100美元 换算下来约28万元新台币 还不包含年终奖金 这跟口一哥的说法有很大出入 对于外界的这个说法 是压力还是助力 我想我所改说法都放在那个 我脸书上的生命了 早在一个多月前 吴钊谢就公开称赞赵一祥的能力 称其经得起考验 虽然没经过外事特考 和长达十年的历练 但绝不输专业的外事官员 甚至连所谓美国在台协会 政治组组组长马志安 也在脸书力挺口一哥 说你一定要坚强 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在台北这里很想念你 也知道你在华盛顿 一定会表现很优秀 不过蓝英明带并不买账 他们痛批 赵一祥年仅31岁 无任何涉外经验 出任该职位并不合适 现在跟美国AIT的关系有好 并不代表在美国华府 这边的政治判断是成熟的 美方想透过这样的政治派任的意味 直接跟整个民进党的高层 可以有更直接的关系 你这是打击士气 破坏制度 负责美国的行政部门的联系 跟美国的智库学者的联系 很多外交的语言 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清楚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洪孟凯表示 今天不管口一哥赵一祥 在美国月薪是21万新台币 还是15万新台币 吴钊怯解释了半天 还是没有说明一个重点 就是为何这个职务非口一哥不可 或是口一哥有什么 其他外事官员比不上的能力 能胜任此工作 只因为在月薪上为口一哥护航 只会让其他涉外人员更加灰心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日前在电视节目里分析称 政治组长过去一直是属于文官系统 民进党上台后才破坏这个机制 民进党重用赵一祥 表面是重视把拙年轻人 但其实就是不信任既有传统文官系统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居民播出 继续来看台湾方面的消息 国民党内究竟会由谁出现 角逐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 高雄市长韩国瑜之前曾形容 国民党内部好比四人打麻将 其中一人是相公 一直打却胡不了牌 13号的时候 马英九和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 王金平同时现身高雄一间寺庙 两人难得同台 同场的韩国瑜还是不改幽默本色 再次说起了麻将梗 一句玩笑话 韩国瑜一语道破蓝营内竞争氛围 马英九与王金平也一早到了高雄阿联区天庙 与市长韩国瑜一同参拜 难得同台 马英九抓住王金平的手 把新名片交给他 王金平双手接上看得仔细认真 两人互动十足还聊了好一会儿的天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讲的 我还说下个礼拜我会亲自把我出版 我出的书亲自碰上一本让他过目 王金平说谈的都是宗教话题 但同一个问题来到马英九这边 刚跟王院长似乎有谈谈 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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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后面的小心 小心车子 觉得谁会是麻将牌桌上的相公 抱歉 我不会打麻将 麻英九避而不谈 但来到台北的深蓝票仓 对于麻将桌上的王金平 麻英九 吴敦义 接在选后与韩国瑜同框 独缺朱立伦 因为我不打麻将 我最近比较关心棒球 吴敦义则是在朱立伦 离开现场的40分钟后现身 哪里会刻意什么现在临时安排 拿出行程表证明 但吴敦义抵达少了朱立伦的列队欢迎 不过不怕吴主席自己拿酒杯 在台上连杆两次 还逐桌敬酒展现满分诚意 据台湾媒体报道 所谓时代力量日前开党员大会 不过人却只来了一半 差点有灭党危机 因为根据台湾政党条例规定 所有政党必须开党员大会 人数必须过半 还要在年底之前完成法人化 时代力量也首度召开大会 紧急动员 最后惊险过关 时代力量成立以来 第一次党员大会 离表定时间开始前 现场空位不少 这让时代力量党主席 黄国昌捏一把冷汗 如果没有过的话 本党的危机存亡之秋 我对于本党的党员 然后来出席这场党员大会 那顺利的通过我们 有关于党章的修正 我是有信心的 其实我还好 因为我只是个党员 出席率攸关政党存亡 基层高层心情不一样 据台湾媒体报道 新的政党条例通过之后 规定12月9号以前 所有政党都要修改 党章中不合法的地方 否则就要面临解散命运 目前台湾主要政党中 只有国民党和民进党完成 包含清明党 新党 所谓时代力量 台联党都还没有处理 按规定出席的人数 要达到过半数 也就是1119人才可以 这次时代力量最终算是 惊险过关 我是收信看到 因为每天都会开信箱 所以就会看到 我是高雄的党员 那我们高雄每个月 都有那个党员见面会 对 那我们是从那边知道的 这次党员大会 时代力量不只是网络宣传 各党部也是一个个 打电话给党员 却还是面临出席人数少的窘境 以惊险的姿态 过了禁军2020的第一关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13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卡塔尔 期间他呼吁海湾阿拉伯国家 消除分歧 保持团结 表示卡塔尔断交温机 已经拖延太长时间 但他没有就危机的解决 提出任何实质方案 当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卡塔尔时 两国共同签署 扩建美军驻卡塔尔乌戴德空军基地的谅解备忘录 蓬佩奥表示 卡塔尔与美国的合作令两国更加强大 他同时呼吁海湾国家消除分歧 保持团结 他说 海湾国家面对共同的挑战 也拥有共同的目标 分裂对双方都没好处 对于负责调节卡塔尔断交危机的美国大使 安东尼金尼本月初宣布辞职一事 蓬佩奥表示 金尼的辞职不会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 也不会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投入和对盟国的承诺 据了解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美国持续推进所谓的阿拉伯版北约计划 即撮合中东八国组建中东战略联盟来遏制伊朗 但卡塔尔断交危机悬而未决 导致海河会名存实亡 这严重阻碍美国打造阿拉伯版北约的计划 卡塔尔与沙特等断交国分歧严重 美国的斡旋努力一直没能取得进展 蓬佩奥在此次访问卡塔尔时 也没有就危机的解决提出任何具体方案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3号表示 以色列空军在从11号晚开始的36小时内 轰炸了位于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机场的伊朗武器仓库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 以色列在阻止伊朗在叙利亚扩大军事势力方面 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以色列国防军已经针对伊朗和真主党目标 实施了数百次轰炸 内塔尼亚胡称 最近的一系列轰炸行动证明 以色列在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势力方面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决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阿里·阿克巴尔·萨利西 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 伊朗在核技术领域取得巨大成就 包括已经能够自主研发新型核燃料 而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逆向工程研究 萨利西还表示 目前伊朗有能力自主设计核反应堆 并已开始准备生产20%风度的新型核燃料 不过他没有透露这是何种核燃料 据外媒报道 潜逃国外数十年 在本国被判终身监禁的意大利恐怖分子 萨塞尔·巴蒂斯蒂日前在波利维亚落网 据了解 巴蒂斯蒂是意大利左翼极端组织PAC的领导人 因1977年至1979年间犯下的四起谋杀 而在意大利被判处终身监禁 好了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或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我是管一 我们下期再见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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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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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